想象一下,你所在的城市下了一天的大雪,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,发现白雪已经一夜之间变黑了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这正是俄罗斯库兹巴斯地区,两个城市人民本周所经历的事情。西伯利亚风景如画的雪景,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污染。 让汽车、建筑物、街道和田地都被厚厚的煤烟覆盖住。 克迈罗沃地区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,看到街道和建筑物,被厚厚的黑雪覆盖。 煤炭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业务。通过该国太平洋港口的煤炭出口,正在蓬勃发展。 虽然煤炭贸易为该地区经济困难,提供了可喜的推动力。 但它对居民的环境和健康,产生了破坏性影响。 特别是一个问题是,当煤进入港口时,由煤到开放运输和储存造成的污染。 以这种方式运输煤炭,会向空气中释放出大量有害的煤尘。 在冬季,这种空气污染的结果尤为严重。 黑煤尘与落雪相结合。 变黑。 然后,这片肮脏的雪,不分青红皂白的落在地上。 不仅靠近港口和交通枢纽,而且还遍布住宅和公共区域。 担心的居民把这个场景比作地狱之雪。 而其他潦草的SOS资讯,则在肮脏的覆盖物中。 西伯利亚的Keslisk的孩子们在积雪覆盖了煤炭污染后,穿过黑暗的公园。 令人毛骨悚然。 普罗克皮耶夫斯克式的建筑物和雕像,也被雪覆盖住,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尘埃覆盖。 居民们说。 路上流了肮脏的积雪覆盖,使西伯利亚地区看起来像地狱般一样。 克曼罗沃作为俄罗斯领先帝煤矿区而闻名。 同时也是西伯利亚最好的滑雪场的所在地。 该滑雪场以一年一度的泳装滑雪道而闻名。 普罗克皮耶夫斯克·Prokopievsk的一个滑雪场,留下了一层撒有黑色粉末的雪。 田野的道路和公园,因附近的煤电厂和加工中心的积雪覆盖而受到破坏。 当地居民甚至在安芳的雪中,写下了俄语单词意思为帮助我们。 一显示Kiso,在污染了克曼罗沃地区之后。 机械列夫斯克市郊区的一片土地,同样被厚厚的煤烟覆盖。 来自俄罗斯环境局的一个检查员小组,已被派往两个煤炭加工厂调查是否超过了污染限制。 一家名为Prokopovsk的当地煤炭加工厂,承担了一些责任。 老板阿纳托利沃尔科夫告诉记者,为了保护环境免受煤电影响,现在工厂已停止工作。 克曼罗沃地区的环境负责人安德烈帕洛诺夫,将与当地环保主义者会面。 讨论此事,他称由于该地区天然气的发展,从未得到国家的特别支援。 大多数建筑仍依赖煤炭锅炉供暖,因此私人家庭和当地企业,都造成重污染。 帕诺夫补充说,车辆废弃也是罪魁祸首。 克曼,沃地区,冰。 前的冰。 黑色烟灰。 并留下了这种怪异的形态。 附近的煤电厂被要求为西伯利亚水的黑化负责。 城市被黑雪覆盖。 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的居民,在社交媒体上释出了这张图片。 显示了窗外黑色的白雪覆盖的街道。 在社交媒体上的当地居民反应强烈。 据媒体报道,居民也指责滤备植物。 声称植物在煤炭的区。 稀缺、环境保护。 没有清洁系统。 所有的废物。 灰尘和污垢。 煤炭都在该地区。 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正在呼吸它。 这只是一场噩梦当地居民说道。 另一位居民说。 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。 但是。 却让我们吸入煤尘。 这同样影响我们背部。 一位居民补充说。 我们孩子的未来是可怕的。 在污染损害了克迈罗沃地区后。 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街道和田野,被灰色和黑色的雪覆盖。 克迈罗沃地区的另一个冰冻喷悬,留下了黑色和灰色的污染覆盖物。 这些来自俄罗斯的惊人照片,展示了原始白雪,如何充满了肮荒的厚厚的黑色粉末。 别再让白雪变黑,让天堂变成地狱。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。 任重而道远。